32岁的高贤康是一家公司的高管 年轻有为事业有成 不过他的妻子张荣却因为丈夫的频繁加班 而备受冷落独守空房 迟到有一天 高贤康的手机里收到了一条陌生人发来的短信 这一条短信给他们的婚姻带来了一场灾难性的风暴 这边公关部 然后积极配合跟进一下 好了 你们继续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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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明镜与点栏目 一条陌生人的短信 让高贤康发现了妻子张荣出轨的事实 虽然张荣苦苦哀求企图挽回婚姻 但心如死灰的他不肯原谅这样的背叛 坚持离婚 离婚后的高贤康封闭起自己的内心 对待感情小心谨慎 直到他在一次聚会上 遇到了同样有过一次失败婚姻的李婉婷 两人同病相连 一见钟情 经过一段时间相处后 正当他们准备结婚时 李婉婷的一次坦白 却让原本对新的幸福充满期待的高贤康 再次陷入了纠结之中 小康 你知道 我上一段婚姻挺失败的 别说这个 我之前的婚姻也不是很成功的 所以我们更应该 努力把我们自己的婚姻进入 其实 是因为我身体不好 那怕什么 那等你嫁求我之后 我一定会把你养得越百越胖的 我没跟你开玩笑 我不能生孩子 其实如果你不愿意和我结婚 我很理解 我也是纠结了很多天才决定 必须要在结婚之前 要告诉你这件事情 没关系 我会陪你一起把这个病治好的 万一治不好呢 而且我是觉得 你应该找一个更优秀 更适合你的 而不是我 我就觉得你是最优秀的 你就是最适合我的那个 你相信我 我们共同面对好不好 小一靠 这婚礼准备的怎么样了 这 我觉得 这个婚礼明表大操大白 弄得简单点就行了 不要这种盘子 在画里面泡 平时在家做饭吗 也做 就是偶尔所做的不多 用这个 你自己看着弄吧 这个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们结婚以后 抓紧要孩子 这个不能耽误 这些菜啊 都是平时我们家咸汤爱吃的 你现在又学着我这样的做法 不然 我们家咸汤可吃不惯 好嘞 你放心吧 妈 饭好了吗 我饿了 我想吃饭 我跟我爸都想吃饭了 好 马上吃饭吃饭 好嘞 你妈这手艺不错 我的儿子 你好几天都没回来了 来 晚天 忙着 吃菜 谢谢阿姨 怎么还叫阿姨呢 就是 妈 你这一生叫得我心里是真舒服 既然 你们生活在一起呢 我就提了小小的要求 我们家 到咸康这边 是三代单传 前几年都给耽误了 你们结婚以后 抓紧给我要孩子 最好是三年生俩 对对对 行吧 这个你们就别操心了 我们心里有处 爸 我儿子敬你一杯 我爱 不久后 李婉婷和高贤康低调的登记结婚 因为双方都是再婚 并没有大操大办 两人婚后也十分恩爱 为了给李婉婷治病 他们四处求医问药 但是去了好多的医院检查 却只有一个残酷的真相 那就是李婉婷很难产生优质的卵子 身体状况也不适合怀孕生育 这个结果让李婉婷和高贤康感到无比的失望 我不是你想的 对 哎呀 妈 你下午来 你拆破了是吧 不是 我屋里这画是你贴的吗 行行 我知道了 挂了 他们知道了 一定会失望的 但是我没 你说这干嘛 事情总有办法解决 你老哥现在都快愁死了 你知道吗 你先 咱爸妈每天暗示我 就想抱孙子 你知道吗 那大头娃娃 都踢到我家里去了 咱爸你又不是不知道 天天念叨着 三代单传 三代单传 你要是这时候告诉他不能生孩子 那还不如直接让他抹脖子痛快呢 咱爸妈就疼你了 你回去搬你哥 探探爸爸什么口风 别别别别别 我可是你亲妹妹呀 这种鼎雷的事你真舍得我去干呀 不过呢 我倒有一个好办法 不用惊动咱爸咱妈 什么玩意儿 这个事儿吧 你得跟嫂子商量商量 你快说 代孕 这怎么行啊 代孕它是违法的 你不知道 现在老多要不上小孩的福气啊 都这么办 都找代孕 不过我带你嫂子去查过了 他卵子 质量也不是很好 那大夫也说了 这样成功率也不会很高的 其实呢 这个事儿啊 也不一定非得用嫂子的篮子 我们可以找一个中介公司 他们都有一条龙服务 都是专业的 而且事后啊 没有什么纠纷 那这算谁的孩子 当然是你的呀 这不比领养一个好多了 那倒是 可是这孩子跟你嫂子 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你傻 你就光告诉他代孕的事儿 你别告诉他 卵子不是他的事儿就行 免得你说了以后话 他心里有疙瘩 再说了 你不说 谁知道用了谁的卵子呀 对不对 即使嫂子知道了 也不会怪你的 你们真要找代孕呀 没办法 他把他妈催的 和着了膜一样 虽然现在贤康对我很好 但是如果我们两个没有孩子 估计还得出婚 你呢 我劝你啊 还是别走这条邪路 首先呢 他不合法 你说将来出了问题 他也不受法律保护 你不到时候 竹篮打鼠一场空吗 哎呀 管不了那么多了 明天贤康去办这件事情 希望不会有什么渣子吧 这个不用管啊 我们是专业的 都给你搞定 好吧 我想考虑一下 你们这个季陶餐 兄弟 你太有眼光了 这是我们的豪华最想版 绝对的无超所值 绝对的安全无忧 你别跟我说这些啊 我有两个要求 首先第一个 到时候我先带我的妻子 过来试试这个卵子 能否成功 同时你们这个 季陶餐这个代孕 也是 直接同步进行 你必须要保证 我们之间的秘密 不能让我妻子知道 你放心 百分之百替你保密 还有第二个就是 这个代孕的人 我不需要看 哎呀 兄弟 这个有点难 这不符合规矩啊 你不会是来暗访的吧 身份证 工作证 我都发给你看了 蓝鸟儿 实在不行 也算了 我就去别家看看了 别别别 兄弟 什么事好 什么事好 咱俩也分有缘 行 我来试试看 请吧 楼上起来 你随便看 你们这个屋里 有几个人 四个 一间一个 各个身体健康 生的都是健康宝宝 我接个电话 你习外看 你那有几个月了 留个月了 你你结婚了吗 哦 他 结婚了结婚了 都有一个孩子了 那你 你们 你们干这个 家里都知道 我能不能愿意的 知道啊 这有什么不愿意的 再说了 这又不是整个 哪里 哪个家 是吧 兄弟 我跟你说啊 兄弟 我这两天 在这里挣了钱啊 在老家里 都盖了两座小楼了 兄弟 嗯 这下你放心了 我那可是正规的 我看你这环境啊 各个方面都是还行 绝对包你满意 那要不 你那 别再出什么插座就行 这个你尽管放心 行 行 要不 咱把合同抢了去 行 安康 哎呦 哎呦 啊 我今天去他们公司 公司特别的整规 你知道吗 他们有很多方法 可以保证成功率的 你快做 健康 谢谢你为我做这一切 你看现在 最后一步 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就是 一定要把代孕的事 瞒着我爸妈 你有计划 是这样 等代孕的事成功之后 就给爸妈说 你为了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去外地一个特别好的月的 中心代产去了 然后 等你生下孩子 然后把孩子抱回来 说你自己生的 这不就行活了吗 那 那爸妈要是去看孩子 怎么办呀 那我自然有妙计了 这你就不用管了 行啊 你骗起人来 可是一套一套的啊 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吗 但是我保证啊 我对你的感情绝对是认真的 行了 就知道 贫嘴 就这样 在向父母隐瞒了 不孕不遇的真相之后 高贤康又把代孕的事儿 瞒了下来 高贤康他们时不时的 和老人视频聊天 传李婉婷怀孕的假孕照 来安抚老人情绪 一心想抱孙子的老人也没多想 而李婉婷也不知道 其实代孕的卵子并不是自己的 而是丈夫通过中介公司操作购买的 次年 真实的代孕者生下了一个男孩 高贤康夫妇俩又高兴又紧张 马上带着孩子回了家 老人一看是个男孩高兴极了 也顾不得多问孩子生产的具体状况 我也抱过我的大孙子 干什么呀 我这不抱着挺好吗 我不是为你着想吗 你这一天抱着不累呀 怎么的呀 我们老高家有后了 别说抱着一会儿 我就一直抱着都不累 好好好 妖族奶奶做饭去啊 妈我去帮你吧 不用 板婷啊 你和贤康就好好坐着 现在你是我们老高家的大功臣 这点活妈自己能行 其实我就想过来抱抱孙子 你赶紧忙去吧 爸你过来坐会儿 没事没事 我站会儿 这一坐下他就要哼 妖族啊 妖族啊 爷爷给你起的名字叫高妖族 长大以后啊 可给我们老高家 光宗妖族啊 现在在我爸妈眼里啊 孙子那就是大宝贝 那其次就是你这个大功臣 有了孩子之后 一家人过得幸福美满 但随着公司里业务不断增大 高贤康在外应酬的时间 也越来越多 你又肚子疼啊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 我让你少喝点酒 你身体哪受得了 老毛病犯 我跟最近应酬喝酒太多了 犯老毛病 我看你脸色这么不好 你不行去医院检查一下 你老拖着也不是个事 你又不按时吃饭 去看看吗 没事 不参加不行啊 你说 现在这生意不都是酒桌上弹下来的吗 我出去喝酒也都是为了你 为了咱孩子是吧 孩子睡了吗 刚睡着吗 你过来 嗯 你怎么可能发烧了呢 没事 没事 别紧着 就 喝酒喝的 那我都听了 你能不能以后别喝这么多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 行 我知道了 亲爱的 以后我少喝 我躺一会就好了 你先陪孩子睡吧 我 这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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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 你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我跟你说啊 你爸你妈呢 喜欢孩子没错 可是她现在还小 我 肚子用难受啊 我给你拿药去啊 我 我们去医院吧 去 trabalhar 你别吓我呀 走走走 走走 走走走 快点快点快 走 慢点 慢点 怎么了 你什么回事 你这抢劲了 抢救呢没消息 好 好 你怎么把我養ón luôn 你就给我照顾了事儿来啦 你怎么搭耳媳妇的 in 你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啊 怎么就你自己在这我孙子呢 在家呢我姐照顾他 哎呀我去 你去 老天爷 老天爷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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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出来了我哥 老妈儿是怎么样了 哎呀大夫 我哥到底有什么病啊 病人得的是急性一千人 如果能及早发现及早治疗的话 或许还有些希望我们已经尽力了 高贤康的突然离世 让整个家庭悲痛不已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高家父母伤心欲绝 而体验到幸福生活的李婉婷 更像是跌进了痛苦的深渊 失魂落魄的她整日发呆 强打着精神照顾孩子 而失去儿子的高家父母 则是希望把孙子接过来 亲自抚养 好 行 怎么办 闻迪啊 你看你这大干天的也不开门 我担心坏了 我没听见 哎呦 真是 婉婷 婉婷 嫌康已经走了 这按理说 最难受的是我们老两口 但是我们不也是咬着牙挺着吗 你说你这晚上不睡觉 还得照顾孩子 你的身体你能受得了吗 妈 我心里难受 那我们把药所抱走 我们给你带 好吧 你也调整一下 嫌康走了 那药所就是我的寄托 说什么我都不能让你把他带走 哪怕就是一会儿 你看 哎呀 婉婷 我也是为你好 好 为孩子好 啊 行行行你你你先别激动 这样吧 那个 我回去和你爸再商量商量 啊 你先冷静冷静吧 哦 对了 啊 你可千万别忘了给孩子喂饭 你也要来干吗 呀 啊 那是你